您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下一句是什么吗 其实下一句才是这句属语的精华部分 很多人只知道上一句 却不知道有下一句 据说呀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姓罗的秀才 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 就只能做一个外省教书的先生 在成为教书先生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妻子 家里的一切琐事都让他的妻子一个人去打理 几年以后 罗秀才请假回家去探亲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原来有儿子 儿子已经长到七岁了 罗秀才呢 见到这个孩子也是非常的高兴 于是便想出题考一考这个孩子 罗秀才指着蓝天说了一个字 天 让七岁的孩子呢 对出下一个字 不过呢 他的这个儿子啊 是比较蠢笨的 妻子非常着急的指着地 示意他说地 可是没有小心呢 指到了地上的一坨鸡屎 儿子看到后呢 便回答罗秀才说 鸡屎 罗秀才听到这个答案以后啊 非常的生气 于是便又问道 父亲对什么呢 妻子又想提醒他 于是指着自己 孩子呢 看了以后便回答了一声 娘 罗秀才听到之后啊 气得直坐脚 对自己的孩子蠢笨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伤心 他又想起了自己科举考试不顺的经历 于是呢 罗秀才一怒之下 就出家做了和尚 而在罗秀才再次离家以后呢 妻子后悔没有给孩子应有的教育 于是便攒钱让孩子上学 在读书之后没多久 这个孩子啊就成了一个富有学识的读书人 而且呢 在一次的科举考试当中 考中了投名状元 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中了状元的他 还特地的大摆寿宴 来感谢母亲 而罗秀才呢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 心里是非常的开心 便往家走 回到家门口以后呢 门口的家丁并不知道他是谁 便向里边呢 通报说有一个和尚来化缘 于是呢 他的妻子便让下人拿了一些钱财 打发他 罗秀才一时间恍如隔世 于是便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诗 离别家乡十八丘 千钱斗米我不收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坐马牛 这句诗词呢 是罗秀才说写 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下一句 便是莫为儿孙坐马牛 实际上是说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 更是不能强行逼迫 也不能啊 不管不问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罗秀才自认为儿子蠢笨 就对其不管不问 放任不理 自然不会被儿子所记挂 反倒是他的妻子 对于孩子一直是不抛弃 不放弃 反而等来了儿子飞黄腾达的这一天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道路和福气 长辈们无需为自己的孩子太过操劳 如果一味的放任或者是逼迫 即便是再优秀的孩子 也会变得碌碌无为 即便家里再如何的富裕 也会变得一贫如洗 爱惜身体 照顾好自己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别忘心里割 我们大家永远要记住 健康第一 请不吝点赞